大家好 张大哥直播了 谢谢大家 在继续的观看张大哥的直播世界里面 每次所呈现的影片 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单元 单元 谁想谁说 今天算是第一集 其实很多人很纳闷说 张大哥为什么你这么多单元 是啊 我真的很多 我的单元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所说的内容 部外主要就是政治 其次就是社会客族 然后再加上一些旅游景点 家庭的这些事情 人生的一些经历 一些人际关系 跟大家分享 但是最终呢 大家还是喜欢看我讲政治课题 特别是 当然擅长讲新加坡的政治 讲新加坡的政治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 为什么我说悲哀呢 如果你 但是可能我是从讲华语的层面 的确很少人 讲英语的越来越多 马来语跟印度语我就不知道 但是一些国家像台湾那样 政治课题真的是 我常常用一句话说很复杂的 他们的政治之间的角力 是非常复杂 有些政治人物可以天天不一样的话 他们也可以随意的跳槽 那马来西亚也是政党 特别是那些独立参选人 如果当选 每个政党就拉拢他 那有些是大党大派的 当选之后 也因着一些个人的原因 就会转去别的党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 国会的这个选举法里面要说 不可以跳槽 新加坡的政党政治就是不可以跳槽 跳槽的选举 其实很多外国人凭我们的政治的时候 我觉得啦 虽然这些外国主播是专业的 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清楚一些细节 所以或许因为这样我就是 能够吸引大家 还有一句话就是 我敢说敢讲 但是这个敢说敢讲是有风险 大家也清楚 所以自从全时间退出来 能够全时间的做这些直播频道的影片之后 我的人生的规划就来了一个新的转换点 就是好像 因为我我常说我是退休的人 很多人不以为然 昨天遇到一个网友一起吃虾面跟张大姐 他就说 你说你退休我看你好忙 他才是真的退休 他说他40多岁就退休了 其实退休在新加坡是一个天放夜谈 我一退休之后我发现原来我还是有时间 但是昨天跟张大姐谈了之后 我们也说 我还是要 其实我没有争取 意思是说自从退休后我在策划我的个人 人生的规划 当中里面的各样事情 到目前为止 除了6月 生了一场病 7月确诊 8月到现在是很顺利的 我也不瞒大家说了 退休的生活 你问每一个人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就是钱够不够用 我钱够用 如果我不乱用 不够用 如果我要用多 钱是很实际的 很多人之所以不要退出这个职场 就是因为钱的关系 我不是说我自明清高 因为我需要更多的时间 来过我最后的人生的阶段 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们人生 我们不敢说我们70才刚刚开始 我跟张大姐都说了 我们过60岁我们都感恩了 阿们了 就是心诚所愿的阿们的意思 因为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自己的身体 的状况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逼迹的啦 人的身体 现在讲三高五高是 没事 昨天我去吃虾面的时候 大姐也跟我讲 她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但是她说年纪比我大 大两三岁 她也是说 你说你 你很多毛病 我比你更多 但是 你看啊 其实大姐她 现在过去 她很惊讶我 为什么不让她讲下去 因为我觉得 这是她的隐私啦 她很愿意跟我分享 但是 我在当时就觉得说 你不要说 我相信啦 你不需要告诉我 为什么 你觉得你比我更多毛病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 比我更多毛病 是因为我觉得 这是你的隐私 就不要说 所以我不是一个爱 给博的人 爱八卦 爱听人家 挖人家的隐私 然后一直 当成话题 所以大姐 我说到这里 你也知道你是谁 我也知道你是谁 你说 你比我更多状况 我们知道 如果每次我在 我每天的祷告当中 我也会纪念你 讲到这一点 因为今天是 谁想谁说 的第一集 是吗 我的单元是不是定在 谁想谁说的祷告 应该是啦 我自己定一个单元的名字 我自己忘记 因为我现在也没办法看 因为这个平板电脑 我已经放上去了 谁想谁说 对 所以大姐 我也怕你误会 以为说 哎呀我不听你的 我不要你说话 其实不是啦 你很愿意分享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可能时间点跟场合 还没有到时候 而且 我觉得你的分享 你是很直爽的一个人 我很喜欢跟这样的人 才会朋友 让大姐也称赞 像我们两个都称赞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称赞那些 能够决定40岁50岁 40岁其实我是觉得太早 有很多人决定50岁我就要退休了 很多年轻人 他们的想法已经不一样 他们说我的人生不要 我50岁过后我是花钱的 我不是赚钱 之所以我能够花钱 是因为我赚够了 我要花 你知道有些人 他们赚钱赚一笔之后 他们就停了 十字不干 去旅行 其实我在想 我很羡慕这些人 大家平心而论 你的一生能够活多少年 我能够活多少年 其实如果你一生牢牢陆陆 每天都是为了工作 我曾经在我的影片说过 就像蚂蚁这样 每天固定的路线 就是为了三餐温饱 当然如果够 如果不够需要去这样做 我们真的是表示同情 看到那些老人家 年纪大了 收碗盘 做清洁工 那个腰都弯 背都驼 但是他们还是愿意 是很对他们表示自尽 但是很多时候 你也知道有一些老人家 其实他们是够用的 特别是 现在在新加坡有一种现象 就是昨天 有人跟我说 真的可以 可以穷 不可以 要么就有钱 要么就没钱 千万不要像半天掉 像我们这些所谓的 中层中下层 是最辛苦 基层不要讲下层 基层的老百姓 其实政府是照顾的蛮好的 该拿的都拿 像张大姐就是属于基层的身份 但是 他跟一个中层的 张大哥 中下层 不要讲我自己中 跟张大哥 中下层的张大哥 结尾夫妻 但是他有基层的那个benefit 这次的什么GST跟GST Plus 他竟然能够拿到700块 我以为 因为我们的钱就放在一个共用的户口 不怕跟大家说 夫妻应该要有共用的户口 万一有一个人有事情 另外一个人可以用那个 可以那个户口的钱可以用 对不对 那我就是看到700 一个400 一个300 我说 张大姐 老婆 你400了 我300 他想也不用想 很好 过几天他说 他转信说 700都是他的 一个是GST回扣 一个是GST 再回扣 就是政府 再给这些人 是GST还是什么 总之就是两笔都是他 但是老夫老妻 他也知道 因为我跟他这件事公开的 不是说他没有私房钱 我是没有 他有 我是叫他你存 因为每一次 每一次他存一些钱 当我们紧急要用的时候 他会拿出来 我觉得那个好像是 好像是 什么讲 吉时雨 吉时雨 三国演义 宋江是吉时雨 对不对 突然之间 这笔钱 可以应急这样 所以我很鼓励他有私房钱 但是其实他没有私房钱 他的私房钱放哪里 他都告诉我 那不叫私房钱 今天我们的担议是 谁想谁说 所以我一直想一直说 你不要问我 到最后我会想到哪里去 但是我还是会回到那个主题 当然 我说我 我的影片当中 大家也知道 政治的课题是 最多人看 就好像我最近 这几个影片 哇 不必讲 最多的就是 最多的 就是那一天 工人党的这个晚宴 因为我的影片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 直播 现场直播 像今天这个影片 不可能现场直播 我是早上录 因为这个星期五 星期六 我打闪工 我去做闪工 等一下或许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去做闪工 其实就很简单 等一下再讲 我希望我会讲 当然 星期五 晚上跟星期六 晚上我都不可能 现场直播 所以我就会把今天这个影片 其实是新的 那有时七点的影片 是已经播过了 现场直播了 两个月前的 都是从两个月前 现在已经来到 我有记录 今天 现在 因为最新影片 已经来到 五月二十八号 就是两个月前 那当中这些影片 我就简洁一点 把一些话 去剪掉 然后剪掉 然后一个影片分两次来播 每一次大概 尽量不要超过十十分钟 或者三十分钟 因为我一次直播大概一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半 就是目的就是让那些想要听 短一点 或者 忘了听 因为有些人说 你很啰嗦 我要听你 我要听 我要耐心的听 等一下你又讲讲讲 你又讲你家里 等一下讲讲讲 你又讲到别的一件事情 那我要听的是政治 我要听的是工人党 你讲到哪里去 所以有些人 会对我的节目有一点厌烦 我不在意的 因为这是我的风格 我今天 用这个单元是最爽的 因为谁想谁说 我就想 曾经有人教我 怎样做直播 其实在这么多人教我直播当中 我都有听取他们的意见 特别要感谢一个 从小 不是从小 从学生时代一起成长的 他算是我的小弟 他比我小一两岁 姓黄的一个同学 不要提名字 曾经也是 他是一个很好的激励 激励大师 辅导激励大师 就是这一方面的 是 本来是公务员的 他就叫我怎么做直播 他叫我的直播 我有听啊 我有听 好像说 那个 灯光啊 你看我取出的影片 灯光都很糟糕了 你的那个 但是他强调一点 就是要自然 要自然 对着镜头 这一点我 我起初失败 因为我的 这个器材的那个摄像机在旁边 我就变成要看 因为我 变成他摄像 他摄像机在旁边 那我看我自己 变成 变成不是 变成我在看我自己 但是 镜头打出来 是我看 镜头 不是看 我不是对着 现在这个很自然 是因为摄像头在上面 摄像头在上面 但是我没有看摄像头 因为我要看我自己 我现在看我自己是很自然的 所以 这边又是题外话 如果你要做直播 但是他那个摄像机的那个镜头 尽量在中间 在旁边是很难 他给了很多提议了 谢谢他 所以我觉得我慢慢做得到 只是 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这个 平板电脑的数字 用久了之后 那个 质量方面 画的那个质量方面 图像的 头影画面会 会差 那灯光 这两个灯光是很够力的 我现在开一点点亮 因为今天白天 今天是白天 但是 星期五晚上我才会播这个 就是明天我才会播 那 他给我的 提议是很好 那有另外一个 就跟我讲 你应该在你的 你这个镜头的后面 放那个读稿机 我知道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所有的电视直播 所有的政治人物 所有的直播客 尽量他们如果要有什么提示 字词 读稿 字都是在这个上面 在讲的过程当中可以看一下 但是你也知道他多少会看到 有些可以弄到不用看到 他这样对着镜头讲话的时候 他的文字也是 呈现在 这里 但是我不要 我最喜欢看旁边 因为这边是我的手机电脑 因为我后来慢慢想 做自然一点 让人家知道你在读 读不是读咯 因为我的 我个人觉得我自己的特点是 我读了之后 我发表自己的话 发表话我当然不需要看 但是需要看的时候我看 需要看的时候 就去找那个新闻出来 但是找新闻 当然也是常常有问题 有时找不到 有时明明在又不见 这个是我本身的缺点 那我 有个朋友就跟我讲 其实你又不是直播客 不是RQ 就算你不是直播客 你就不要太过在意 不要太过在意 你不可能跟专业的去比较 但是你可以像专业的这些 直播也好 主播也好 你能够跟他们不一样 就是你能够随性 他们不能 是啊 他们连这样 弄一个头发都不能的 他们连弄一个鼻子都不能的 我们这些都不管了 就是 这边痒就摸一下这样 那很好啊 谁想谁说 谁信 当然 这样的水准 应该是没有人要看 但是感恩 这些年来慢慢建立 现在有六千多的这些订阅者 也有很少的 宝贵的 珍贵的一些会员加入 都慢慢开始 我每次都说我慢慢开始 就是开始 我现在就是 其实我是开始 我每一天都认为 我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我不敢说我 我不可以骄傲 因为只有六千多人 是笑死人 如果你在台湾 你做一个 我在台湾曾经 一次讲 一万人 最少都五六千 七八千的人看 因为台湾大 两千三百万人 通过脸书 很快的 人家就会注意 这个油管 YouTube YouTube的唯一缺点 就是 你必须通过 一些网站 来传播 让人家知道 你有直播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人家要分享 所以我 顺便打个广告 希望网友每次 我的直播 你们可以分享到 你们的脸书 Instagram Twitter 什么都好 分享 介绍 告诉人家说 这个张大哥 当然你介绍 你每个都是讲 这个张大哥讲政治 他敢讲 就好像那天大姐 不过也有人 到现在还是对我 有一种误解 误解是不要紧的 因为他们觉得 我不是完全站在 在野党的 那个立场 我当然完全 不可以完全站在 在野党的立场 是啊 我就是认识啊 我争取的是 中间的 选民 的认同跟共同 现在又回到政治了 开始讲政治 这一点是很吃亏的 因为铁粉 支持自政党的 讨厌我 恨我 支持在野党的 对我又不信任 觉得我不是 真正的在野党 本来我就不是 真正的在野党 真正的在野党就是 什么都是政府 没有 他不会讲政府做好 好到哪里的 他不可以说政府好 所以他什么事情 都是批评批评批评 神是批判 神是诬蔑 诬蔑人 诬蔑他们的名字 我都讲了 好像我们的后任总理 王寻财 名字很清楚 他们就 把那个财字 改成 财狼福报的财 我过去也有这种坏习惯 我认为坏习惯 我不认为是什么 我觉得 对我来讲 是坏习惯我改掉了 我现在如果说 李显龙总理 就讲李显龙总理 李光耀先生 就讲李光耀先生 李光耀前总理 我过去的老板李光耀 就是这样 直接讲他们的名字 我觉得你要讲 你又不敢讲 然后又给他污名化 我直接的这些人 老实讲 我讲这句话 接下来我又得罪一些人 但是我还是觉得 不应该了 没有必要 我们 他的名字不是他取的 是他老爸给他的 明白吗 不要去污名他的名字 你他的人 你不好 你要去污蔑他 你自己要面对司法的制裁 如果你真的污蔑他 你诬告他 你诽谤他 你要面对后果 那除此之外 他们都跟你讲了 你我做的不好 你可以说我做的不好 说我做的差 你甚至可以说我蠢 做的不好 但是你不要 诽谤我 所以这个界限 你自己要很清楚 但是要小心 不要掉入圈套 你骂得爽 骂得够 骂得狠 他未必承受得起 因为人都是很小气的 对吧 但是我就是认识了 现在谈政治 谈到完行才 我刚刚又看到他去彭博社 彭博社 访问他的演讲 然后他又跑到972 广播电台 去分享 他的过去到现在 点点滴滴 那几个 遇见王虫 四个很 现在是最夯的 广播界 四个最夯的 这个 主播 但是也是红 红 你看陈建兵 李玉皇 李国皇 周重庆 还有一个什么名字 我最欣赏他 那个姐妹 那个姐姐妹妹 我欣赏他 因为他 他的自己的个人节目 我会听的 他们四个访问他 各种各样的风趣搞笑 但是你可以看到黄寻才 我只可以讲 我个人认为 他比过去的 这几 过去的总理 不要指谁了 过去的这几位 他 清明 所谓的清明不是说 最少 如果你说 当然 讨厌他的人 不支持 自政党的人一定说 哎呀是假的啦 做秀 但是如果你说他做秀 他的确在生活上就是这样 他没有改变的 他爱玩乐器 他在教会 试班 试班 所谓的 play steam 然后 他玩摩托 他弹吉他 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 在他的生活当中里面 他就是这样的 这些东西很自然的 他就有吸引群众 今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场 有些人爱卡拉奥 天天唱歌 很多朋友 有些人 可以 画画 雕刻 也有一班朋友 有些人是在 这个演艺事业里面 叫唱歌 开班 招生 去歌台演唱 或者是一些 召集 服务老人家的一些节目 什么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专场 但是这个专场里面 就有吸引自己的人群 而四世纪有他自己的群组 八四世纪有他的群组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群组 所以这个总理王寻才 后任 希望他当选 因为我目前比较这几位 老实讲 我觉得他跟老百姓接近 接近的目的 对我们 从我们的立场 要为国家好的目的 就是他能够听到老百姓的声音 最少他听到 因为他接近 他走进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他学华语是学得很进步 所以九七二访问他的时候 觉得他从前不会讲 现在讲得很好 或许他有一 或许他们在四个 四只马在竞争 我把他们形容这四只马 当时四只马 王以康 王寻才 陈正生 还有一只什么 我忘了 还有一只 是那个李志生 那个算是黑马 真是 这四位里面 当然他比较吃亏了 本来是 最热门的是王以康跟陈正生 他们两位华语都不错 英语都不错 但是 如果你讲 新加坡的总理要具备什么 什么条件 最重要的条件 经济 所以 才涨 新加坡总理要经历过什么 的一个考验 危机处理 他的危机处理就是 竟然能够带领 没有想到 也是刚好做卫生部长 然后又退下来 刚好做卫生部长 疫情到 所以就 要带头 然后他有伯乐 当然我说 袁金勇 部长就是他伯乐 叫他在疫情当中带头 那时候虽然他还在财长 他还是带头 不是王以康 王以康虽然是卫生部长 但是因为他先 所以他一直带头到现在 但是他们当然是以一个协商的呈现 但是大家知道 最终 起初的那个最辛苦的时候是 王寻财 然后他要去应付 危机处理 处理完的他要 去策划一个将来的危机 就是他在反弹 反弹当中所说的 最头痛的就是钱不够用 他作为财长 他要implement那个消费税 很多人对他反感 一定的 所以他更大的一个危机就是 他要处理这些事情 接下来的预算案 其实报告的是总理 县总理 李显龙 但是真正的背后的这一群人 也是以财长为主 他就是那个策 策划的负责人 最终 拍板交案 首先的第一关一定是他 然后他要去跟总理说 然后他要去游说他的团队 让他们大家都接受 他们是集体协商 我也相信 现在没有人说 好像皇帝这样 政要什么就令他什么 应该是会协商 但是因为你的思路很精细 你的政策完全的到位 有一个财政的 他有财政 他就是学经济 他有财政的这种背景 财务方面的管理 所以他抢 所以你说 为什么我好像 站在他们那边 我不是站在他们那边 我为我的下一代 为新加坡着想 如果你说这四个最差的一个 我们选 这四个都差 选一个最差 选一个比较不差的好不好 我这样讲是没有意思 我不管这四个差不差 但是我知道这四个里面 王玄才是理所当然 是选对了 所以你如果从总理跟曾经告诉记者说 他们选出王玄才 他本身 善达曼 战志贤 没有这些国务之争跟他没有 没有投票其他的 每个人投票 然后许文远先生 亲自的跟每个人谈 然后大家得到最多票 占大多数票就是他 就是说 整个自争团队里面 他们 你说 有没有自己的Gaki 一定有的 有没有自己的 一点勾心都脚 当然是有了 人性嘛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服了 觉得他是可以 他唯一不可以 就是为什么他连 这个行动党的中央委员会 都不能够进而起出那一阵子 可能那一阵子有遇到一些事情了 我没有去 总之他好像不得到自己党内的党员们的支持 却获得内阁成员 经过许文远 一个一个的去 根据他们这几个的人选来问 他反而得到最多票 那当然这个不难 就是他怎样去改善他跟党员之间的关系 那我听到的一些是 他的人很值得 因为他是年轻人 年轻人很值得 我遇到我过去的 所谓的老板 很值得 我离开的时候我并没有 我不是因为他 当然 他的管理作风 跟我们这些老一辈的 当然是各个不入 所以我也放下 你必须放下 所以就 推出 那边的全职 做我现在直播自己的全职 你必须 因为年轻人 你不要说年轻人 我就举一个例子 昨天 发生在我家里的 我跟张大姐 因为张大姐是替我的大女儿故孙 今天他们 接下来会请佣人 我们也开心 他们想通了 还是要请佣人 因为 早上那一段时间 张大姐不可能每天住在她那边 以后佣人 张大姐甚至不必住 去帮忙 回来 佣人在 明白吗 去帮忙 买菜 煮东西 佣人要买 超市的东西 就让佣人买 巴萨的东西 张大姐比较熟悉 买什么鸡肉 买什么鱼肉 怎样煮 还是要教证佣人 那孩子们 孙子们的食物也是可以预备好 所以他们可以合作 让我们很开心 那昨天很开心 就像跟张大姐离开 去用餐的时候 突然接到小女儿的电话 年轻人了 更年轻了 大女儿比我小女儿大六岁 他们相差六岁 你就看得出他们之间的沟通 真的是不一样的 看法 张大姐 我就很紧张 什么事情打给我 赶快打回去 因为会紧张的 因为她现在 还在产后 四个月 顾小孙子 打没有接电话 就是更紧张 张大姐就打去 她接电话 原来知道 原来她跟张大姐的沟通 是这样的 她就好像有一点 不是不耐烦 她说什么事 张大姐问她 你什么事 你打给爹地什么事 我没有打给爹地 我在忙我自己的东西 那张大姐都有一点不爽 你没打给爹地 那你不小心按到是吗 所以我们担心你 所以我们不是打给你咯 她就有一点不好意思 她说可能我不小心按到 那我就在旁边帮枪了 我说 是啦 我说 没事就好了 没事就好 然后我张大姐说 是啊 就是大家要给下台接了 因为她可能在忙 就想到对方可能在忙 因为她雇小孙子嘛 女婿还在房间里面工作 还没有回到 还好还在居家办公 可能就担心 有时她对小孩子方面不清楚 就问张大姐 张大姐就 你是给她一些经验 她总是不听的 先讲 什么经验 她不相信的 因为我们老一辈的方法 她们总是不要的 你看我 我相信我们的抗官们 你们很多子子孙孙的问题 你们也知道 我们老人家 你说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这是我们自己讲给自己听的啦 不过讲 她们如果真的麻烦的时候 她们就 真正的才能够体会到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那张大姐 对这个小女儿 之前也是有一种 所谓的tension 张力在那里 不过还好啦 因为我的小女儿是很乖巧 好好跟她讲 她也是明白 好像张大哥 张大姐介绍了一根药 擦在小孩子的屁股那边的 那个药 红色的 从小到他们两个都用到现在 她就不听 等到有一天真的 她就知道了 有些药膏 什么我们知道 我们会介绍 但是也不一定我们对啦 如果我们小时候用Johnson Johnson那个powder 我现在也知道 很多 吃了很多官司的那边 我刚好用在你的孩子的身上 甚至我们自己 从小就用那一个爽身粉的话 是不是受害者 你也不知道 所以其实很难沟通 除此之外 你要怎样 她还是你女儿 我们还是她父母 大家彼此退步 海阔天空 职场上也是 不是啊 你的老板是年轻的 你年纪大 能够早一点退不就退 当然不是因为她 当然不是因为她 我离开全治 其实是提早一年 但是他们说没有 因为真正你62也可以走 我64走 真正应该 我想 我一路来以为65 现在也是提早一年 提早一年也没什么 也没有到一年 64是 我2月64 我5月才走 提早八九个月吧 当然如果你要65要继续做 没有人赶你走 所以我也跟大家讲一些话 如果你觉得够用 你觉得要有更多时间做你自己 最后的 最后你的人生你要做自己 你要活得精彩做自己 想要做的 你就要把现有的这个工作放下 当然会损失啦 从前方面看是会损失 如果够用 你够用你不要花这个时间 你把时间用在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进去 所以大家也知道 我在脸书 我有放我的露台里面的花花草草 我门外面还有种植一些水仙 这个好像有点退休生活 我喜欢我的散步机、跑步机 我好多书都还没有整理 我直播世界 我有谈鬼故事 我有我的复应平台 我其实是很忙的 真的是忙的 做这些节目 最好做的节目就是现在这种节目 现场讲 直播或者是延后播 最容易 尤其我把这个题目 谁想谁说 真的好 太喜欢这个单元了 就说到哪里 讲到哪里 你就听到哪里 但是每个人的耳朵就是这样了 网友们到现在也不饶我了 好像我说那天 我的这个直播里面的这个张大功能感的 这个我国庆晚宴 目前为止 已经有多少人看了 翻一下才知道 已经有1538 在现阶段我这样的人数是蛮高的 超过1000我都满意了 过1000 不容易耶 过1000 你想想看 新加坡 整个新加坡有1000 过1000 其实 应该更多 因为有些在电视机看的可能 没有办法记录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油管能够记录吗 有机会能够记录到吗 那按站的人有71位 这个按站也不可以 就是真正有人按了 我觉得蛮理想的 就是整个节目都是讲 政党政策 双响炮里面的范围嘛 工人党国庆晚宴 百五座 热闹飞访 有何门道的消息 问一个将领战主 哇要好奇了 进来了 看你八卦什么了 然后来接大选这期不同猜测 谁准确 然后 代购夫妻 直购私信被捕 千万元哪里去 最重要 多一个课题 附题啦 1500多 还是每天都在上 都有人在看 那鬼故事就没有这么多了 而且这个鬼故事 鬼经历是一直炒冷饭的 我在炒 那时候用 就是给他音效啦 给他一些效果啦 啰嗦的给他剪掉啦 先麦个棺子 这个鬼故事昨天还不错 反应还不错 讲到 坟场 家德士 经过路 看到 一对夫妻女鬼 有上半生 没有下半生的 跟我招 像我的车招手 这些都不是直接接触的 因为 我没有去理会他们 下一集 直接跟我 encounter的 鬼魂 so far 这个是最清楚的 因为他 他真的是在叫我 其他的都还不是 因为我 我不要 偏造鬼故事啦 偏造鬼故事 可以讲很多的咧 当然 可能以后会做一些 因为我知道 周重庆的周公 想鬼也不错的 他们真的跑到那些鬼怪的地方去 其实我个人 我个人 不会做这种事 因为太过怕人了 我也承受不解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是怕的 我不是 人家说你讲鬼故事的人 你就是不怕鬼 不是怕的要死 那么希望不要有遇到 那很不幸的 有时还是会遇到 因为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说 邪灵嘛 我们还是会遇到邪灵 神是来攻击我们 这些都是体外化 就是说 行外化 行内化 不是行外 行内化 我都会有这种遭遇 但是我都 所说的 我们靠我们的神 得胜 我们也行得正 就不担心 所以 下一集好看 因为我准备补充 补充 那时候里面漏掉 所以我会当成有新的东西 大家可以期待 大家可以期待 敬请期待 下一集的鬼故事 下一集的是 也是在公路上 直接一个车祸里面 死在意外车祸的鬼闻 这个是我 这一生中算是最靠近的 直接进入 他们的世界里面 跟他有一种对话 不过是无声的对话 不容易 其实 我讲鬼故事 我还有一个是 我自己的回忆录 我在讲 我在写回忆录 在讲我的回忆录 其实我有一个心愿 如果我活得够长了 这些回忆录里面 所谈的东西 其实我个人的回忆录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可以反映 我们当时的那个年代 最近我知道 吴老师 吴伟财老师 书一本书 也是从小到大 讲他的 我还没有拿到 所以我不给 我知道很多人 很欣赏 我还在热卖当中 他自己亲力亲为 我也订了两本 还没去完 我就希望说 每个人都希望 人生的最后 总是可以留下 一些什么给人 我没有想到 给人什么 但是我也没有 就是很安慰 有几千人在观看我 所以他们主要 还是观看我 讲政治课题 但是 在整个过程当中 家里的点点滴滴 人生的经验 分享 亲子关系 各方面 都可以跟大家 谈的时候 如果你引起共鸣 我也觉得 算是安慰了 因为我 我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也没有太大 就是这样 什么贡献 我也不懂 所以我很直接跟人家 我直播 你们打个赏 你们看广告 我拿到一些广告费 或我用早餐 跟张大姐 我们就很开心了 所以我 我希望 我也有一股 出书的 那个 冲动了 因为我要想看 人家说出书 一定是 书啊 书啊 书钱的书 但是为了 也别玩了 为了赚钱嘛 输就输嘛 问题是你的书 书有没有人拿了 哎 我不客气的讲 像吴大哥这样 吴老师这样的书 他自己 尽力尽为 在这卖当中 都是卖给私货的人 他还 你在书店还找不到 因为他没有 可能 最后一轮 他应该会 给更多的人去买 去认识他的才华 认识他的 人生哲理 认识他的过去 小时候的 那个回忆 那我个人也希望 如果 我也出书 当然有点敏感 因为谈到一些政治客厅 所以 要怎样出 要不要找出版社 要花钱 要花多少钱 有没有别的方法 不花钱的 现在不花钱 赚钱就是直播 但是要负起直播的责任 谷歌有给你各种各样的限制 我们的国家 也告诉你直播内容 也不可以触犯 反权法令 这方面 其实我在拿捏当中 哎呀 一个耻目的老人 做最后人生的 这个规划的时候 对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些 现象提出 我还是觉得我是善意的批评 如果我在批评当中 听到的人有点心里不舒服 那也 请你原谅我 我只可以这样讲 讲好话 无论是在也在吵也好 当官的不当官也好 同道中人 不同道中人是好 我的话如果吃到你 如果是 好话 苦口良药 你就不要怪我 如果你觉得我 偏激 故意 惹入你 那我错 巧合 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 就是这样 当然所谓的对事不对人 当然事里面也是因为人发生 所以可能刚好讲到 那个事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刚好又看到我的直播 心里就很不爽快 那也无所谓啦 你不要对好录作就好嘛 我最少没有指名道姓嘛 对不对 所以最重要是这一点 今天谁想谁说 很好 没有课题的 就是这样讲 也不会常常有啦 总是要有课题啦 最终 今天谈到什么 你不要 我要等一下吊带 吊带 不是吊 吊 对不起 吊带看 才知道 才知道我讲过什么 好 大概抓回来 就是说 也想出书啦 我会做一个问卷 如果张大哥出书的话 你们会不会买 很难耶 不容易耶 真的 如果我出一千本我都会怕 一千本卖不出的啦 但是如果要真的合法的话 就是 有没有不合法的 哎呀 不知道 有些人出书都没有 没有出版社的 但是合法嘛 要不要交给政府 什么新闻 什么局去 可能要有一个渠道啦 要去研究一下 其实钱不是问题啦 为什么我说钱不是问题 因为如果我会出书 我大概也知道最少能够卖几本 你印的多便宜咯 本钱 印的少本钱贵 最起码要五百本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错 如果你去淘宝印啊 五百一千本都没问题的 便宜的 飞机印过来都不怕 当然是新加坡如果出版社就贵啦 但是没有出版社就不行啦 而且人家要不要跟你出版也是一回事 人家怕你啦 我跟你讲啦 真的很悲哀啦 你活到六十四岁 你看到新加坡的政治环境 原来是这样的 我也希望我们的当局 真的要开放啦 政治要开放 政治环境要开放 你可以约束 但是你要开放 你不开放的话 下一代以后你会 真的我告诉你 我觉得会知识其果 如果是走向一个专益独裁 当然我用这个字很重 那些政治人物听到我讲独裁 两个字很不爽 但是心知肚明 很多时候 我们要改变的 一定要改变 但是我们也担心 我们改变会不会像一些国家 到最后乱政 这就是人家说 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其实不是 就是因为身在福中知福 就不希望 就不希望 很多人说 新加坡很好 不要去改变它 但是我们就是说 新加坡很好 就没有理由 自政党 没有办法一次的 比一次的更赢得民心嘛 整个的选举的成绩 就是告诉大家 自政党已经引起一些人 有不同的意见 过去人是不敢投反对票 但是我对反对票 反对这两个字 我都不对 不敢投在野票 现在整个 我们的政治环境 只要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在朝在野 或者是反对党 反对党 还是在野党 你一讲反对党 就是官方用语 所有的媒体 新加坡的自政媒体 自政官方承认的媒体 合法的媒体 大媒体 都是说反对党 反对党真的为了反对 要反对吗 如果你说加薪 反对党说 他要基本性进制 他是基本性进制 他反对你见进士 但是他不算是反对这个策略 他还是赞成要加薪的 对不对 反对党对国家的那些预算 从来都很少 有意见 我看工人党 我讲 在野党 对不起 你们所说的反对党 我是以工人党作为标准 因为毕竟他现在所有的意思 都是他的 他们从来没有去反对 这些国防预算 有些预算他们 有些政策他们感恩的 感谢的 防疫 整个防疫的过程 他们也没有提出批评 他们是支持的 因为他们也清楚 他们不要为了反对的反对 所以反对党不应该称为反对党 以我们的民主政治来讲 不可能一党 本来就不可以一党独大 那个一党本身 独大 为什么不好 就是因为独大 我们担心 担心他 那 就像我一直说的 唐太宗辉煌的唐朝 到最后 最后的那些昏君 唐朝就灭亡 唐宋 就落入宋朝 宋代最后也是落入昏君 唐宋元朝 外人侵略 新加坡现在是唐朝好不好 我们不希望变成宋朝 我们更不希望宋朝变成元朝 让外人侵占我们 我们成为像乌克兰这样的一个后果 就是因为这样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有强而有力的在野党 在野在朝是一个 如果有最好的人成为在野党 为什么他不可以当朝呢 民主政治神圣的一票 本来就是少数 服从多数的吗 但是因为有现阶段的 我个人的对政治判断的思维是说 最少要有一个自政党能够有 一个好的自政党 应该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在野党 能够最少能够制衡 平衡 监督 监察 协助协调 国会 所推出的政策 特别是有关到宪法要改的 你必须要有三分之一的议席 但是一般人就是故意讲 如果有三分之一的在野党 反对党 我们国家就乱了 没有这回事的啦 新加坡是比谁都更有条件 建立一个所谓的三权分子 所谓三权分子就是民权 人民的权力 在野党的权力 自政党的权力 三权 新加坡是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有 就是我自己解读啦 三权分立 可以 那时候我们的国家就有福了 所以我不是举出一个例子了 如果我没有90位 如果我没有90位国会议员 现在我们在野党有10位 你不要告诉我这10位 他的排名就是从81到90 对不对 同样的如果以后有三分之一 就有30位在野党的国会议员 他们的能力绝对也不是排 从第71位排到第 第61位排到 70排到第90位 没有没有 60排到90 不可能的 都有好的执政党 党员也有好的执政党 不是 有好的执政党国会议员 也有好的在野党的国会议员 共同的建立一个新加坡 这是 其实这个就是政治的理想嘛 这才是梦想 我们的理想梦想 绝对不是回到李光耀先生 那个时代的所谓的一党 绝对独大的那个时代 他那个时代或许需要了 如果我要替他讲话的话 他或许需要 因为那时候共产势力是非常 从我们那时候的立场来看 共产主义是 洪水猛兽 所谓的骨牌论 越南柬埔寨 大家都很紧张 新加坡要变成共产 而那时候的共产真的是 事实也证明嘛 我相信很多共产主义的理想的人 后来看到中国经历那个文化大革命 江青这一班人 把毛泽东的后期搞到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把责任推给江青了 他们很多也是很气的 我有问起一些前共产党人 他也放弃共产党主义 他也不接受新加坡认 他不接受认为政治主义 他说政治太黑暗太暗脏太误会了 但是他对毛泽东的整个 所谓的统一中国 他觉得是给他很大的一个激励 他觉得是对的 国民党政府是很贪污的 我也没有反对 但是他说晚期 毛泽东真的是没有办法 被江青这些人害得要死 所以他对共产主义的想法也失望了 后来一直这样看下去 当然现在习近平强大起来 他又有一种理想跟梦想 也没有错了 希望他是唐太宗 不要后来的那些昏君 老了变昏君就没有用了 所以我说为什么要放下 因为年纪大老了 思维就是有一点差的 而且有代沟跟年轻一代 做事情不一样 你就让他们去吧 我们就安享晚年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那个共产党员 最后他们很失望 他们被打压 然后我们的政府现在 我们跟我们中心关系是多么好 你说那些前共产党员 在文化大革命的那些时代的那些人 之前后来经历文化大革命 然后被清算 被冷藏行动 被什么 他们是不是情何以堪 那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如果从政府的角度 那时候共产党员 你连张大哥这么小 我都被 你说是洗脑好不好 就算是被洗脑 也知道这些是洪水猛兽 什么沙文主义 什么这个那个禁书 毛鱼路 全部不可以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就是看到这些 经历这些 因为我没有接受 对不起 我就是那个腐败国民党 后代的后裔 后裔的后代好不好 腐败 我爸爸没有腐败 也不可以说 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腐败的 共产党员里面 有伟大的军事家 当之中 这些 很多嘛 很多将军很 魏国 他的国当然是 国民党所建立的中华民国 那时候 国共合作的时候很多 那有些投降的 你去看他们 我们也可以说他是走狗 投降给中共的 也可以说是走狗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 所以谁是谁非有时是很难的 你明白 看东西就是要这样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 我看东西就是希望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 网友说 有人看我 觉得我很清政府 喜欢你说 我不是很在意的 因为 那表示说 在野党的人觉得我很清政府 那 自政党的人觉得 我不清政府 那 中间显明 能够引起共鸣才是我 我最希望的 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我教导大家从各个角度去看 不管是在野在朝 要认定 有在野在朝这样的想法 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也希望我们的民主政治要真的 有 我记得上一届大选之后 人民行动长有危机感 他有说 可能有一天会改朝换代 他大概暗示 那男人在每次选举的时候 他不知暗示他明示 不过那个是烟雾弹 他知道他不会败的 不会败选的这么惨 但是 每一次失去的议席 他会紧张起来 因为 从 后港 阿玉宁到盛港 盛港也不知道了 要经过考验 下一个大选 如果也没有办法拿回来 阿玉宁也没有办法拿回来 后港更不用说了 那下一届大选 有没有新的 这个议席 选区 被工人打拿去呢 他们很积极很大方的 插旗了 挑战了吗 东海岸 马林百列 安兵你有没有 我都不知道 这两个就 大概有七位 七位国会员 原来是八位 很明显 这两个地方蛮头痛的 接下来 肯定是重炮区 如果我现在要开始分析 选区 但是选区 选区 继选区 又是 行动党可以玩的 爬舍嘛 但是有时你在想 你每个地方都 看到在野党的势力 一直强大起来 你不懂怎么玩 你推不到了 你那个passer 真的越来越辛苦 你只有建物质 移民 希望移民支持你 不一定 现在啊 现在的移民跟 新移民跟 我们的年轻人 组成家庭 买新的组 从圣港的经验就告诉你 如果自政党还是用 旧式的方法去打选招 他会输更多 一定的 因为年轻人现在 他们数学太好了 我感激你什么 我感激你 我花的钱不少 你跟我delay我的 那个工程 你跟我delay 当然是疫情了 不是他错 但是账都算在政府 然后我现在买的屋子 我辛苦了 我又没有 然后拖管手又不够了 在餐天也不够了 交通也不方便了 我也没有本事买车 车的秀衣 你看飙到这个样子 这些都是 最后影响选票的 年轻人不管跟你 反正我已经跟你买屋子 我要欠你几十年了 我现在要 要告诉你 我要选在野党 我要另外一个服务 我选了在野党 我发现你 你不得不对我更好 对不对 现在有一个 所谓的方程式 如果你这个选区 变成在野党 自政党也不敢完全的 离开 他还是要对你更好 像过去这样 后港也好 波东巴西也好 你发现 他们除了整个社会环境 不要给你更新之外 慢了 什么都慢了 但是 你看后港他们也说 我很自在 很多人 后港的屋子反而 真值没有减值 他们讲 你去买 second hand的后港屋子 很多人要 很多人肯定搬去后港 他们要那个蓝医人 不要白医人的 选民服务 你也没办法 所以我告诉你 年轻的一代 他想法不一样 如果他这样想的话 会不会更多年轻的选区 会被淪陷 从自政党来看 是不是一个危机 那你的基层 你的基层基础 有什么 你跟我讲 当那个直播世界 没有为了反对 你而反对 但是我是轻在野党 而且直接告诉大家 我支持工人党 人家也是懂 那个标签 已经贴在那边了 前置已经有了 在野党 但是我轻 我轻向中间选民 因为我知道中间选民 才是胜败的关键 所以无论是 自政党也好 在野党也好 真的接受我 这40%选票的重要性 其实他们懂 他们就知道 张大哥的立场是对的 我们不是支持 我们不必在 在加油天降 什么加油天降 我们不在井上添花 大概是这样 不需要工人党的铁粉 就是支持工人党 人民行动党的铁粉 就是支持人民行动党 中间的48分 但是还有一点 工人党的铁粉 铁得够吗 铁成钢吗 我个人认为 工人党的铁粉 是真正的铁粉 人民行动党的铁粉 真的是铁成钢吗 我个人不认为 不过我不要讲原因 所以 人民行动党 其实 是 他的基层 力量是 怎样组成的 大家都心智肚明 不脱谈 因为我谈 谈多了 会被告的 会被告的 因为你说你利用什么 你用什么 用什么 他们说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但是因为他们是 资政党 人民协会可以帮助 因为人民协会 不分党派 我们这样讲 不分党派 人民协会不分党派 照顾每个社区的居民 但是我 敢说 你在工人党的地区里面 有人民协会 但是跟人民协会 跟这个地方政府 所谓的 工人党的这些领 国会议员的关系 会好过其自政党的吗 我这样讲 比较好一点 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跟你讲 有时 自政党的那个 选举机器是很大的 你不可以说 跟选举没关系 哪里会跟选举没关系 什么都跟选举有关系 但是 你这样做对吗 我没有做错 你本来愿意 为人民 去帮助人民 解决社会 解决他们的民生问题 然后你赢得选票 本来就是应该的 那在野党 本身就要看 怎样的在 这个 怎样的在这样的一个 艰难的 环境里面 能够 突破 对不对 所以在野党 现在目前的在野党 他在野党 看得到 你一些是真正在做事的 我个人还是倾向功能当 那又回到我自己了 也因为这样 你看我一讲政治 就讲得很兴起 我看网友在这个时候 就清醒了 那一回到我自己 就说他们大概可以关掉电视机 不过我还是要讲完 因为时间 差不多了 一个小时再讲到一点点 变成我 我退出职场之后 我在过我的退休生活 我可以自得 然后我也跟大家讲 我的老板是我的神 因为我做的 我也有做一个福音频道 关于我的信仰方面 我的直播世界 也尽量的 从多元方面 再进行 每一天都在想 新的点子 新的策划 我甚至希望讲脱口秀 我希望讲 因为我的人 还是有一点幽默 幽默好 幽默不会 哎呀 幽默不会 得罪人 但是又可以得罪人 不是要得罪人 幽默 就是幽默得罪人 别人其实更神奇 好啦 总之不要再形容幽默 总之我喜欢脱口秀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不懂什么 叫脱口秀 在外国是很出名 在中国现在很流行 很夯的一个节目 效果文化的脱口秀节目 李旦 这个是总负责人 他们那个演员们都很好 我跟张大姐很喜欢谈 他们有脱口秀大赛 他们有吐槽大会 他们有职场怎么办 职场 不同的职场 他们去 从各行各业里面找出 这些能够讲脱口秀的 然后 反映中国的各行各业的情形 很好很好 第一集都请成龙 作为最后的嘉宾 请的都是大卡司的 在外那些强棒的 很可疑的 我喜欢脱口秀 然后我现在要讲的是 我要有 我希望走的东西 跟所呈现出来有事不一样 好像我 我也希望脱离这个 太多政治的东西 但是 你没办法 你不讲政治没人看 我的麦当劳的早餐没着落 所以你要讲政治 而且政治也没有错 我不敢讲 就表示我违背我自己的良心 对的好的我们歌颂 不好批判的我们 自政党的选择本来就是我们自己 神圣的一票 我们有自主权 其实我的节目更加显示出 我们新加坡有真正的在野的 这些直播客 新加坡才不是人家讲 你们是一党独到专制专才 没有啊 你看张大哥 整天骂B.A.B. 其实我没有骂 人家会这样讲 骂B.A.B. 有些人说 你骂得不够力啦 你是无间道啦 你不要假啦 我也是被 但是你自政党就想说 你看张大哥 他敢入敢用 我们做的不好 我们也是要检讨啊 但是他乱讲的话 我们告他 说怕我也等啦 如果我等 我已经每天都讲到白了 讲到我累了 因为我知道我没有 所以我一直到现在 所以最近我跟一个同道众人 不要讲是谁啦 他也是说 哇 他说你200 你的直播世界2008年就开始了 对不起 你是忘记我几年开始了 这个是不可以改的啊 这个是 你在简介里面 他有一个统计信息 2007年8月7日注册的我的 当然我没有 我不是2007年就直播啦 我真正是 直播的世界是从韩国瑜选 市长的时候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2018还是17年 大概 所以 1819 2022 大概5年了 这5年就 群众多了 这些 订阅者多 但是我做 我跟油管的关系 2007年8月7日注册 怎样成为一个直播 我上课 我本来是不可以的 不合格的 我一直上课 改变 改正了 就正了 我上他们的课 知道他们的要求 然后我 fulfill他们的要求 然后我才可以成为一个 获利的直播客 所以这个没有骗人的 2007年8月7日注册 张大哥就跟YouTube有关系 然后到目前为止 他们 这里官方的次数 不一定准确 但是是给我1398047次观看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一百三十九万 八千零四十七观看次数 ok啦 一个这么小的咖 又不是刘德华 又不是 什么 孙艳之 又不是什么 乘风破烂的姐姐 或者披荆掌机的哥哥 就是这样 澳地的新加坡 一个直播客 每一次 有几百 到一千到两千 选举的时候 可能三千四千五千六千 光看次数 够了啦 我就是 希望 当然 希望一桌越大了 从有早餐到有午餐 的这个广告费 网友们很支持我 因为你们不用付费啦 当然你们要付费我感恩 还付费成会会员 付费打赏 付费 还有什么 都好了 多少都好 我都开心 不过外国人 不要给我钱啊 因为我免得被 别说我了 政治酬金 没有啊 没有外国人的 donation 其实张大姐说 没有啦 你也是讲其他的课题嘛 人家欣赏你 你每一个节目都不一定是 纯讲政治啊 你有讲课题 人家抖念的时候 刚好你讲 亲子关系他抖念你 有错吗 是哦没有错 他打赏你有错吗 没有错啊 有什么错 有错 跟我讲了我改咯 他不是因为你政治啊 他因为你讲里面的爱啊 你讲一些人生经历啊 他有共鸣 他打赏你有错吗 没有错啊 他不是外国私利啊 不像那些被抓的那些 他外国私利 外国政治团体 人道团体 社会主义 什么什么什么 那些都不可以啦 是哦 张大姐有时候很聪明的 张大姐说 其实你也很聪明 每次节目里面 你也什么都讲 当然啦 什么都讲嘛 罗家罗家 这样就算了 人生就是这样了 很多人看不起我 因为我现在不要谈这个 不要讲人家看不起我 这个是我自己觉得那种叫自卑 是我从职场推出来之后 我有点惊讶 很多让我很多人让我大跌眼镜 很多单位让我大跌眼镜 很多团体让我大跌眼镜 基本上团体也好 单位也好都是有人负责 很多人啊负责的人 让我大跌眼镜 当然他们可以不承认啊 因为我讲以下的话我自己负责 但是他们可以不承认 我从这个职场一回到自由的时候 很多人表示关心 看到你不得不表示关心 然后就静静了 不多说了 先前的承诺都没有了 也没有承诺啦 先前你以为他们有承诺 他们也没有承诺 先前你以为他们会积极 他们也不积极 他们就跟你耍太极了 不过他们也没有错嘛 因为你说你的老板就是上帝嘛 你话都这样讲了 人家哪里敢碰你 老板这么大啊 上帝咧 我哪里还敢做你老板 我哪里还敢 是吧 他们也没有错 不过我个人觉得 张大姐也觉得 有些人就无声无息的 在你面前消失 不敢抛进 那我们分享之后 两老分享之后 几个原因 因为我的政治的课题 越讲越激烈 激烈不表示 越讲越 不要讲激烈 越讲越积极啦 积极 不是激烈 但是我没有走异端 我也没有走极端 我可以指明道姓 其实指明道姓才对啊 我很敢讲 但是我没有诽谤啊 那是人家怕的 因为每一个单位 每一个工作单位里面 都有那些所谓的 30%的铁粉嘛 执政党的铁粉 他们可能就说 不要让这个人进来 等一下啊 我们这边会吃不完多热走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 有些有难言之意 我不是 我也没有生气他们的 只是觉得 有很多人很无知就对了 我不是说他们的 如果他们以这个原因作为 跟我划分界限是很无知的 就没有几个人可以看得到 当大哥直播世界的潜在的那个力量 我的这个基本功很扎实的 这个不是吹水耶 6000多个subscriber 他有数据显示 最近90多巴仙是新加坡人 他有数据显示 他有强大的那个 一群50岁以上的网友 如果50岁以上的网友 如果你从各方面来看 就知道这一群人 OK 从购买能力 经济上 从生活数字方面 生活家庭都已经定 而且影响 都有下一代和下下代 如果从信仰角度来看 这一群人最终的决定 是他们最关键 是吗 一样的吗 庙堂的人希望人去烧香 教会的人希望人去信耶稣 年纪大的 是传福音 最好 最佳的一个群体 那我讲这种话 现在啊 网友们也没有生气 原来你背后要传福音给我们 我没有原来 我当然希望你们信耶稣 但是我从来不主动 但是你们的存在是事实 我敢讲啊 我没有逼你对不对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信耶稣 对不对 但是我多么希望你信耶稣 但是如果你说我是拜拜 我说张大哥 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吗 可以 我直接讲啊 我为一个网友祷告 他确诊 我每天为他关心 为他祷告 他很开心 他一直谢谢我 还跟我说 谢谢你的神 中元界的时候 他就给我一个 一个宣传片 讲到中元界的 我没有生气啊 哪里可以生气 这是他的信仰啊 我要尊重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 很多东西我们不可以对立啊 就好像那个什么条文 同性念 从信仰的角度 当然是要对立啦 但是 你以国家 把这个 国家这个 机器在管的时候 你就让国家去处理啦 我已经讲得很白了嘛 我们不要把这些同性念者 因为他们之间的 其实同性念 你要怎样一个定义 是很复杂的 很多人就是同性念 就不对了 男男就不对了 因为他们一定是做出那些 肮脏不雅的那些举动行为 你看过啊 你知道啊 你了解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他们有些事很低调的 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没有不自然的性行为的 我敢讲 我一到 都被他讲偏话了 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不明白 你就把他们 全部标签在一圈 好像妖魔鬼怪的 门水 什么妖魔鬼怪就对啦 不堪的 不可以这样定义 他们是人 不是群兽 他们要被拯救 不是被咒诅 你的立场是可以的 因为有些表现出很极端嘛 我都讲了 那些同性念者 他们合法的时候 他们 嚣张了 当他们嚣张的时候 其实就是 广大老百姓 生气的时候 所以他们嚣张 他们是笨的 他的合法 画里面 他走这条路 他就死 台湾现在就是这样 最后那个政府要 为这件事情 要付出代价的 选举慢慢看下去 所以我说 现在政府 也很头痛 我们也要承认 这是很头痛的 如果你算 从你的信仰角度来看 从 那个信仰团体来看 这个道德团体来看 当然 每个人有自己的立场 但是从他们的角度 他们也有权利 用他们的角度来看 但对利益 一极烈的话 伤害的就是 广大老百姓 那他这要 温和 让 国家领导 做出决定 我个人是认为说 需要公投 就公投了 老百姓决定了 公投之后的答案 大家要接纳 不管接纳 不接纳 我们的政府 就以公投的结果 作为 它的基础 民意的基础 就能够好好的 跟这些人说 我们不欢迎你 没有办法 我们 人民说不欢迎你 所以我做政府的罪 只有不要欢迎你 所以我们的王群台 后任总理讲的好话 让人民来决定 外国人 第一句话 你外国人不要现在来干涉 那我们 两方面 两派都要 很理智的说 新加坡是要经过一个公投的 需要人民的意见 作为最后的 选定 你要不要 废除那个条文 你要不要让 因为他们希望废除条文之后 下一步当然是希望 婚姻合法化这些 如果你这个条文 不能够废除 就indication 就很清楚了 新加坡不要这方面 不要可以吗 可以啦 子弟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你就可以去台湾 去美国 那边有发展 没办法 很多人 很多同性恋者 也真的移到那个国家住 过他们开心的生活 我就给予祝福 能够给予什么 有没有错 没有错 但是这里不可以 就不可以 不可以政府有这个民意基础 就可以 当然我 万一老百姓都说可以 绝大多数说OK 这个条文可以取消 但是 后面是怎样 我们不知道 或者老百姓都不介意 有同性恋者 这是他们的事 如果老百姓的结果是这样 我们也要顺服嘛 你要怎样 你觉得不能够接受呢 你不能接受 你移民哦 我移民哦 你把你的教会 带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把你的庙搬到别的地方去吗 你没有嘛 台湾虽然 婚姻合法化 那个同性恋合法化 台湾的教会 还是做得不错啊 庙圆圣昌圣啊 香火体面啊 你还是有你的做法嘛 我在意的是 不要把这些同性恋者 妖魔化 我就是简单的要求 因为他们是人 他们不是妖魔 他们有些也不愿意 我还是认为这样 有些人不同意了 说他们可以改的 你不是他们 你是他们的 但是有些是可以改 有些是不可以改 有些是天生 有些是基因的问题 很复杂的了嘛 你明白嘛 同性恋 双性恋 身理上 心理上 很复杂的 我读过 我修过 自我修 修这个课题 好啦 我讲到这 谢谢我的看法 我一直 有时候我讲 因为上一次可能大家 没有接触到 上一个影片也讲得很清楚 我讲我的立场 谁想谁说 今天 哇 今天一讲这样 一个小时21分 星期五晚上 就是今晚 对 我现在要 表示我现在在星期五晚上 星期五晚上会播 现在 现在是星期四早上 明天晚上会播 因为明天晚上 我有工作 不可以直播 好不好 好啦 就谢谢大家了 谢谢网友们 这个是现场直播 你们不看 你们损失 我 我 我今天星期四晚上 应该有直播 我要强调 明天晚上就这一个节目 那什么题目 等一下吊带看 我就知道要讲什么了 好啦 谢谢大家 我现在这个直播 其实放在YouTube里面 只是我设置 只有 你要去特别 有知道链接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会改 我会整理好了 我就把时间 调整到明天晚上 9点的时候 或者8点半 一个小时 22分 好啦 再见了 还是有这个手势 晚安 再见 谢谢网友们 谢谢你们 按赞 谢谢你们观看 谢谢网友们的评论 哇 惨了 你们评论 希望你们评论 没有 没有 不输 我过后会看 还是让你们自由评论 谢谢你们 才知道哪些人进来 不怕 如果有人乱乱写 你们 讲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们有人乱乱写 你们也不要去管 但那个没有 我在现场 现在我在做工啦 哈哈哈哈 没办法 OK 我不可能看手机的啦 可能我 我刚好去厕所一下 可以啦 去funking 或者tea break的时候 可以看 但那个 我还没有跟你们讲 我做什么 改天改 可能你们会遇到我 也不一定 不要紧啦 我现在自由了嘛 做什么都不要紧 谢谢 晚安 其实是早安 拜拜